最近当地流传习字集 大约是说文字是祖先留下来的 应当珍惜先祖的智慧才能获得辟音 方法是将有文字的纸张 包括报纸广告杂志 风华后倒入河流 吃了这些灰的鱼便会投胎做人 请问这是否符合佛陀教育 这个我倒是你这一问呢 让我想起来了 这个倒是有问题了 为什么呢 从前细自知跟现在不一样 从前自知什么 文意在道啊 那些人写的文章啊 都是伦理道德了 所以那个不应该随处乱丢啊 现在这些报纸杂志里写的什么东西 我看多半都是暴力色情杀到盈望啊 那这个华晨辉让那些愚痴了再投胎 不过过度变成社会上的问题任务了 这个一定要知道嘛 所以现在这些书里是什么东西 我有一个真正的是直觉的感觉 早年 我在年轻的时候 我喜欢逛图书馆 书店 因为那个时候穷嘛 没有办法买书嘛 就到这地方去看书去 到书店里看书 开卷有疑啊 看个几段 一两个小时 我再离开书给他放在书家 我们常常去看书店老板也很欢喜 不买他的书啊 他也很欢喜 总是像读书人嘛 开卷有疑啊 现在开卷没有疑啊 所以图书馆跟书店呢 磁场特别好 你到那个地方去 他心会定下来 现在不行 这个几年我住在香港 实在讲时间也不长 我看过了两次书展 那个磁场很不好 我也偶尔去 这个逛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香港叫大书店 像三连书店 磁场也不好 那这是什么原因呢 他里面书的内容不好 跟年轻人手术看书店 大大不相同 所以真有问题啊 所以习字啊 从前的字要习 现在的时候 还是按照现在一般人的方法去处理就行了 当然啊 最好的方法呢 是把它销毁啊 做原料 重新做指掌 这个对环保 有好处 让他做再生 好处 好处 好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